巴以在冲突一周多之后终于宣布停火 然而宣布停火后立刻就发生了两件事 一巴以停火 拜登立刻出来抢攻 说是白宫向以色列了连续施压 所以巴以终于停火 这简直是太搞笑了 因为美国政府在冲突爆发后 从来没有对以色列说过一句硬话 也没有真正向以色列施压 恰恰相反 拜登还称理解以色列的所谓反击 在联合国安理会 美国更是连续三次 阻谋安理会发出一支声明 这就是美国向以色列施压 更不要说美国在冲突爆发前三天 刚刚向以色列出售7.3亿美元的武器了 巴以停火 和美国可以说没有一毛钱关系 如果没有美国 以色列根本不敢如此强硬 也不会造成如此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二 巴以之间的停火现在依然是脆弱的 能否持续停火还是未知数 那么巴以停火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巴以冲突之所以停火 最重要的斡旋和压力是来自中国而非美国 巴以冲突爆发后 中国率先呼吁停火 并且在联合国安理会连续三次发起动议 要求安理会谴责以色列并立即停火 然而这三次动议都被美国给否决了 哪怕如此 中国依然推动召开了安理会 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的立场 并且之后与多个中东国家进行沟通 陌旋展开了劝和促谈的系列行动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与埃及方面的沟通最后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以色列是在与埃及的接连沟通后同意停火的 所以 本质上这次停火与美国根本没关系 美国只是假模假样的呼吁停火 根本没有实质性行动 而且阻拦联合国的施压 这怎么可能与美国有关系 怎么是拜登的功劳呢 如果没有中国的施压和斡旋 以色列恐怕没那么轻易停火 拜登之所以吹嘘是美国的功劳 其实就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 想证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影响力 然而 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 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已经失去了影响力 反倒是后来介入的中国 在这次巴以冲突中发挥了最为积极的作用 对于这次停火 以色列还是不满意的 这一点从停火后立刻爆发以色列军情 与巴勒斯坦平民之间的冲突 可以亏斑箭报 对于巴以停火 拜登抢攻 巴以冲突再起 这些剧情都不令人意外 令人意外的是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竟然公开批评中国国际电视台 针对巴以冲突 5月18日CGTN进行了报道 报道中称有些人认为 美国的以色列政策 受到那些在美国富有的犹太人影响 一些外交决策者也受到了犹太人的影响 称以色列人靠着富可敌国的财富 来游说美国支持他们 很显然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因为以色列建国就是在美国支持下建立的 而美国之所以支持以色列 在巴勒斯坦建国 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犹太利益集团 对美国政府的游说 据有关统计 在过去的七十来年时间里 美国对以色列援助高达2500多亿美元 若非美国犹太利益集团作用 天体下哪还有一个国家如此单方面 援助另外一个国家 且持续这么久的 因为美国的犹太人掌握了美国70%的财富 这对金元政治的美国来说 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美国犹太人富豪 更要学者非常多 这当然都是犹太人 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根源 关于这一点 西方的一些学者也有不少提及 所以CGTN的这个观点转述既有历史根据 也有现实依据 而且也不代表CGTN的立场 只是转述一个观点而已 然而 就是这样的一个转述评论 竟然热闹了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以色列驻华使馆进攻开称 中国电视台公然返游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发推称 我们曾盼望 那个充斥着犹太人 控制了世界阴谋论的时代 以化为历史的尘埃 但很不幸 反犹太主义这次又现出了肮脏的面孔 报道视频中充满了种族歧视和危险的信息 我们对中国官媒公然表达 反犹太主义的行为感到非常震惊 并要求CGTN删除传播谎言和种族主义的视频 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感到羞耻 以色列大使馆给CGTN的这顶帽子可真的够大 因为在西方 反犹就是政治禁区 事实上 西方之所以接纳这种政治意识 除了犹太人在西方的影响力之外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西方对犹太人的内疚 所以西方媒体和学术圈很少 越南反对以色列 其中很重要原因就是担心被扣上反犹的帽子 以后就会在西方的政治正确遭受各种排挤 在中国人看来 CGTN只是陈述了事实 怎么能和反犹化等号 考虑到反犹在西方帽子中的分量 毫无疑问这是以色列驻华使馆 把对中国立场的不满发泄给了中国的媒体 然而在我看来 以色列对中国缺乏深刻了解 首先 对于犹太人在二战时曾经遭遇的灾难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是同情且感同身受的 因为相比犹太人 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更加惨烈 共同的遭遇让中国人与犹太人很容易共情 这是多年前中国人一直对以色列非常友好的原因 其次 给CGTN扣反犹的帽子 西方人可能吃这一套 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 因为中国人对犹太人没有任何内疚感 所以中国人不会认为反犹这个帽子很重 中国人连反华都见多了 西方对中国的虚与威仪 颠倒黑白的双标被中国人声误痛绝 就包括美国犹太人主导的媒体对中国的歪曲 以色列的一些亲美媒体也对中国不友好 西方人觉得对不起犹太人 中国人还救过不少犹太人 所以中国人不存在西方的所谓内疚问题 中国并不会把反犹这顶帽子和分支证却联系在一起 以色列驻华使馆如此给中国的国家电视台扣帽子 在中国网友看来是荒谬的 中国人其实只认两点 一相关国家是否对华友好 文心自问 以色列过去些年对中国友好吗 在中印冲突的时候 不顾中国反对高到向印度出售武器 在美国反华扮演不太友好的角色等 所以 以色列在中国网友心目中的地位抖转之下 根本原因不在于中方 而在于以色列的对华立场和态度 以色列对华不够友好 总站在西方立场说话 那岂能不被中国网友反感 二 相关国家是否正义 巴以问题 可能西方的普通民众是缺乏了解的 但中国网友却是有广泛认知的 以色列是怎么来的 巴勒斯坦的领土 是怎么一点点被蚕食的 现在巴以是一个什么状态 中国人与巴勒斯坦人并不亲近 两国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 中国的立场完全是基于公平与正义 中国网友的立场完全是基于公平与正义 中国人有自己的认知 有自己的评判 以色列不可能 左右 那么 面对这些以色列 难道不该反思一下自己吗 不应该公身自省吗 哪怕退一万步说 哪怕你不想反思也不准备公身自省 那至少也得允许别人说话吧 中国的媒体只是说了一些事实 结果就被磕了一顶返游的帽子 中国人怎么可能吃这一套 而以色列大使馆的这一行为 其结果只能是引发更多中国网友 对以色列的强势反弹 以色列的言行反而会得罪更多中国人民 其实 以色列是需要为自己的长远利益做打算的 美国不可能永远保护以色列 原因很简单 美国的实力决定了 未来 美国的实力下滑会更快 而中国的复兴速度也在加速 在这种背景下 请问以色列为什么要去得罪 14亿中国人呢 以色列如果处置不当 得罪了中国新一代年轻人 未来几十年可能在中国的形象都很难扭转 而中国10年后GDP必然超美 20年后综合国力一定会甩开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一定要得罪中国 后辈难道不冒凉气吗 在这种情况下 明天见到中国 那种情况下 当天提出向另一家 在复兴速度也令人 以色列可以应该用 很多方式 城镇 也行 坏